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台八暴如女神回归了 夏宇和丧姐现身火爆场面曝光 汤圆四千金黄轩 李燕 夏宇和张玉杰在三立八点台剧《一家团圆》有精湛演出 近来剧情王家二姐李燕被小人陷害一失两命 近来夏宇和终于又再度回归 一回归就是害妈妈林嘉丽有冲突 让夏宇和也发文喊 妈!你真的别闹了! 又单引号 夏宇和在预告中终于现宗 一回归就跟妈妈林嘉丽有冲突 林嘉丽怒喊 你是不是还要参加选秀节目 夏宇和也强硬回应 我会回来就是要跟你说 我绝对不可能放弃的 我会让你看到我的决心 一直到你愿意支持我为止 一番话惹怒妈妈 妈妈伸手要打 那我就打到你愿意改变为止 而夏宇和一回归 汉林嘉丽就有火爆场面 让他也晒出冲突 赵孝说 妈!你真的别闹了! 我就只是有必要这样吗? 怎么才刚回去就发生 这么血腥的画面了? 亚纯呀亚纯你是不是又闯祸了? 网友也留言说 才在想可爱的亚纯 怎么那么久没回家 张玉杰则笑说 我妈妈妹妹真可爱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